路口前内线车道好几辆车快速通过 但中间车道第一辆车似乎刻意放慢速度 灯到了红灯停下来 突然第三辆有人开门下车 举枪呵斥 第一辆车上的人也下来了 前后两车包围白色进口车 但这白车不顾前后路堵死 方向盘一转油门踩下去 右侧差点撞上人 第一辆车要去拦捕 也被对方撞开 地点在台中杀戮中山路上 29号上午这里出现警察抓绑匪情节 清晨六点多 新竹竹北警方接到苗栗警局110转报 一辆进口车的车主被不明人士连人带车接走 新竹警方追到台中 两车远景连开11枪 打中白车轮台跟板金 拦截过程嫌犯溜了 警方在透过定位在龙井三岗路 发现被丢在路旁的白车 根据了解被害人士一名80年次 成型男子 亲友在凌晨6点40分报案 警方立刻透过车子定位掌握行踪 包括所长副所长跟侦察队员 从竹北南下台中来抓人 但嫌犯不管警察路中拦截 踩下油门撞开挡在车前的远警 逃之夭夭 TVBS新闻陈其军红彩轮SNG小组 台中新竹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